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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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十分的体恤人民的民情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愤怒和全部的家产 都捐出来给灾民 所以胜得当地百姓的心 而他的故事后来就被记载到《三字经》里头 有这么一首诗说 香酒灵能温习 温习就是暖背的意思了 孝于亲所当直 这就是香酒灵孝顺的故事了 所以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吧 就是十二生肖的父亲 他们今年的健康状况会如何呢 一起来看看 龙 鸡 狗在2018年为犯太岁的四个生肖 运势必然会经受较大的考验 那么在接下来半年里 哪些属相运势最好 哪些属相会遭到流年凶星的冲击呢 我们又如何通过风水布局争强运势 父亲节即将来临 如果你还不知道 要准备什么礼物给爸爸的话 就透过今天的节目 了解爸爸的运程 再通过风水布局 帮助爸爸增强运势吧 大家也可以顺便参考一下 好像一次注重在男性的 所以不只是父亲 我们家庭的观众朋友 也可以看看自己身边的先生 或者是孩子 对 今年而生效的健康运势如何 我们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就是我们的风水相仪顾问 何宜娟硕是 何老师你好 何老师你好 又见面了 是 好久不见 是 我知道说你现在正在忙 对不对 都很忙 对 在忙着 筹备着明年的那段时间 筹备着明年的运程书 我现在要拉break一下 你先不要去明年 先讲今天 还有半年 还有半年 对 是 何老师 在这么多生效里头 你有没有哪一些排行榜是说 谁的健康是可能是最好的 有的 其实是有的 那么其实在今年来讲的话 生效排行榜最棒的 其实是孝珠的朋友 那么孝珠的朋友 其实他今年 他本身的身体健康 其实还不错的 就是蛮OK的 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稍微可能要注意一下 自己的一些情绪 问题 不要乱发脾气 然后注意饮食 卫生方面之类的东西 是很燥对不对 对 这个比较脾气包 其实这是有迹象可以寻的 为什么 因为明年孝珠的朋友 其实是犯态税 犯态税 所以你今年其实不错 但是其实你要慢慢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然的话 到了下半年 如果你情绪不好 然后就慢慢地影响到明年的运势 因为它就慢慢进入明年的运势了 对 然后在那个方向方面 还要避免动土 比如说西方 北方 对 那么西方 北方 因为是在今年来讲 是属于二黑跟五黄 那么这两个部分来讲 尽量就不要动土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西北方 还有这个东南方也是 也是不建议动土 所以那如果是说 家里父亲可能身体健康 一直以来都是不大好的 然后可能父亲节要到了 你觉得说 不要爸爸这么操劳 那么就千万不要在这四个地方动土 OK 好 那接下来就是属蛇的朋友 对 属蛇的朋友 属蛇的朋友 也是相当不错 因为今年校舌的朋友呢 运势是相当的那个畅旺 只是顺体健康来讲的话也不差 但是同样的 明年也是 冲太岁的一个生肖基因 对 所以今年校舌的朋友 不要沾沾自喜 虽然现在还有距离下半年 还有一段时间 而且他们要特别照顾 这个饮食 少喝酒 对 因为其实今年校舌的朋友 他蛮多贵人的 他的贵人运势上都不错 然后可能要找你出来谈生意 什么之类的东西 就其实在这段时间下半年是冲的时候 可是你只有饮酒 可能比较次数比较多了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而且要毕竟去探订 或者去参与的这个丧比较好 下一个是 肖这个属蛇的朋友 对 肖兔子的朋友呢 其实呢 今年的运势是不错的 那么肖兔朋友呢 其实今年呢 桃花人员都很好 所以说肖兔朋友呢 也是要稍微注意自己的这个饮食的 然后注意多点休息之类的东西 那么当然肖兔子的朋友呢 其实他明年呢 他其实是 也是一个不错的生效 就是说在今年来讲 要注意的就是防高处跌倒 怎么会有这奇怪的 因为肖兔的朋友呢 他一般上来讲呢 他今年可能会比较有这个 跌倒 受伤脚的问题 所以凡事如果是说爸爸 可能在这段时间要时常可能 抹东西因为学校假期 或者是修屋顶什么 什么游戏的 就是要特别注意说 如果是爸爸要做这一方面的 这种危险的工作来讲的话 做孩子就讲说 让我来 对 然后还可以放一个金属物来化解 对 你可以放一些金属的物品 就是我们在讲的 这个二黑跟五黄的部分 就是西方跟北方的部分 可以放这个金属的物品 去化解这个病痛的事情 金属物品是比哪些物品 OK 金属物品你可以考虑 比方说我们讲时钟 这是最简单的 你买那种时钟是有那种 就是铜的或者是链的 就是不要跑那种 数字的那种 OK 或者是另外一种就是 铜的摆设品 然后那种铜的摆设品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摆设 只要是铜金属物品就可以了 不然孩子的这个奖杯就放那边 对 这样真的是奖杯就好了 是 对 好 接下来就是猴子的朋友 那么孝猴的朋友 其实他今年是一个义马年 他其实是蛮多机会往外跑 认识到朋友 但是孝猴的朋友 今年也是要特别注意 我们讲的就是 手脚受伤的问题 还有就是要注意这个就是 暴饮暴食 OK 可以讲 有惊吓是指什么 OK 因为今年孝猴的朋友 他这么巧就有是个叫做暴尾心 就是容易有这个特别 就是你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些心 在你的命宫中出现 所以今年呢 如果是小朋友 你有出国 旅游什么之类的东西 尤其是这段时间 也是学校假期 又是红楼 如果是爸爸 这么巧也是带孩子出去的话呢 可能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不要太过操劳 第一 然后可能有一些比较 暴饮暴食 因为我最近刚才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在香港好像有一个老人家 他就这么巧就是去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叫做苏联 在那边他去旅行 在车上暴毙了 对对对 然后三十几个人 就是在那边伴着他的遗体 对对对 所以这一方面的东西 尤其在出国旅游 突发的事情可能会有 对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柯老师可以讲解一下 容易受到惊吓是 就容易受到惊吓 可能是一些比方说 心理不见 或者是一些可能就是 有人突发的状况 所以要特别注意 心脏比较虚弱的人 他有个谈太密 然后心脏比较虚弱的人 要特别注意一下 对 但是他们要小心 不要出席这个伤底 然后有香葱 对 还是有需要 对 好 再来是蕭虎的朋友 老虎 蕭虎的朋友 其实在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狗年 他其实也是一个三合的生肖 但是他今年的运势 其实急性并不多 所以他在那个生肖排行榜的健康 其实属于中等 OK 那么香葱的朋友 其实今年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饮食的卫生 可能有出外吃饭 什么之类的东西来讲 可能有这个食物中毒 食物中毒 蟹肚子 所以我们都是用病虫口入 对 所以香葱的朋友 今年尤其是爸爸 你带他去吃父亲节的食物的时候 在家里吃比较爆炸一点 自己照顾卫生 照顾一下食物 就是不要暴饮暴食了 也是 对 那他们这个方向 也是有这个西方跟北方 同样的 对 可以放金属物 就是今年的病痛的地方 就是在西方北方 这两个部分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像我看到 就包括这个叫老虎的朋友 是不宜去医院探病 跟参加上 大部分的这个生肖 都有这个病情 都还OK 其实一般上来讲 因为看病 这种好像去医院 它其实是属于一个 比较阴的地方 OK 其实是看个人的身体状况 就个人身体状况 一直以来 身体上都没有问题的话 就OK 但是有四个生肖 其实今年是犯胎税的 那我们讲的 肖龙 肖狗 肖鸡 肖牛 这四个生肖来讲 他们就尽量的不要去 如果去 应该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说戴一下口罩 对 你可以自己去提防一下 消毒 对 这样的过程 对 是 再来 消养的朋友 对 那么消养的朋友 其实在今年来讲的话 他的生肖其实也不差 OK 只是说今年消养的朋友 他本身要注意的就是一些 可能我们讲的身体上的一些 比较 也不算是很麻烦 只是可能要注意自己的 那个饮食卫生 然后同时要注意家人的健康 或你本身是消养的 OK 可能你是女性 OK 但是你家里可能就是爸爸 还是谁 他可能是你健康 一直不好的话 因为今年你这个革命中 有一个叫做我们讲的就是 有这个白事的事情发生 所以要注意家里老人家 所以要特别注意老人家 所以消养的朋友 今年除了自己本身要注意 自己的状况之外 也要注意老人家的身体状况 可是我们这边讲的 这个消养的是男性是吗 其实这个消养的男性对 但是他本身 如果是女性来讲的话 他本身有男性 也是要注意 对 要特别注意一下 有什么可以化解的吗 其实也是一样 不要去那种好像不好的地方 探病或者是问上这类的东西 同时的话就是 况且讲的那几个方位 是非常重要的 西方 北方 西方 北方 西 北方跟东 南方 这四个方向 还有一些老掉牙的东西 然后多运动 吃得健康一点 休息足够一点 对 当然送水摆设方面 可能也是有一些提示 在给大家的 到时候 好 稍微来 我们可以再聊得更细一点 好 刚才讲的 健康其实包括休息 坐席 还有在职场上的压力 也应该要适量地去释放一下 是这个抗压的方法 又它的症状是什么来看一下 职场男性压力过大的症状 症状一 感冒 如果你连续几个星期感到精疲力劲 咽喉疼痛 很可能是因为压力削弱了免疫系统功能 使病菌较容易入轻体内 引起呼吸道疾病 注意采取防感冒措施 如多喝水 坚持用凉水洗脸洗手 尽量不要让手接触嘴巴 鼻子和眼睛 症状二 失眠 失眠是非常困扰的事情 随着压力和负担的增加而加重 睡前一小时吃少量 尝试喝杯牛奶 但是不要在睡前吃前时 如果还是睡不着 就不要再逼自己做薯绵羊的游戏了 不如起来做些运动 这样累了就容易休息 也许更有效帮助睡眠 症状三 头痛 紧张是偏头痛的主要根源 十个男性当中就有一个 患有不同程度的偏头痛 一般来说 如果你反复感到眼眶周围疼痛 恶心时 很可能是偏头痛的前兆 注意 你不应该依赖症痛药 以免在减少用药之后 头痛加剧 别忘记让久坐在电脑桌前的自己 有换换空气 伸展四肢的机会 哪怕是五分钟也好 症状四 口唇泡疹 全世界约有五千万人患口唇泡疹 如果你长期处在超负荷工作状态 患口唇泡疹的可能性会增加 注意当您发现有水泡症状时 先用冰袋敷十分钟 再拿开五分钟 反复两次 可抑制水泡的肿胀 然后抹一些茶树油 欢迎回到活力加油站 刚刚我们已经谈过了六个生肖的爸爸 他们在健康上要注意什么事情 那接下来看另外六个生肖好了 首先看肖龙的朋友 那么肖龙的朋友呢 其实在狗年呢 它是属于冲胎税 对 冲胎税的意思代表容易有变动 变化 其实肖龙的朋友呢 其实在今年呢 要特别注意就是我们讲的 比方说肚子方面 肠胃方面的问题 这是要注意的一点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肖龙的朋友呢 今年也是要特别注意就是 驾车就是行驶 安全措施方面的东西 好多东西要注意 还有像有卸光之在 所以驾车方面要特别注意 是 然后水上活动也是 比方说在这段期间来讲 假期 不清洁 可能就是去一些 什么堵堤乐园 什么堵堤乐园 海边玩的话要特别小心 所以假如爸爸这么巧 但你们去这些地方玩的话 就叫爸爸稍微注意一下安全 真的好多东西要避忌 我觉得当然不用担心 因为都有化解方法 去之前可以去什么 你可以去洗牙 捐血 去之后 破了这个血光之在印了它 在这段时间来讲 其实你可以做 当然有一些月份放是比较适合 好 对 就比如说农历的三月份和九月份 对 所以现在银子还早不过 可以去做一下 所以农历的九月份 如果在杨历的十月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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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左右 去洗个牙 它就避免动土 对 对 好的 下一个生肖是属狗的朋友 我们看一下狗的朋友 冒冒年 那下狗的朋友其实今年也是属于我们的本命年 就是也是犯太岁的生肖之一 那么其实下狗的朋友呢 他其实今年呢 他不要用这个叫做腐尸 腐尸也是代表肠胃上的问题 就是病虫口禄的问题 还有这个见风 见风也是受伤流血的机会 所以今年下狗的朋友呢 其实有几个月份呢 其实是特别容易有这个肠胃上的问题的 冒历的三月 六月 九月跟十二月 三六九十二 三六九十二 每三个月来一次啊 对对对 因为这些叫狗的朋友呢 一般上呢 是狗跟龙这两个生肖 他们一般是他们的肠胃都不太好的 OK 所以如果是在他们自己的本命年 跟冲太岁的那一年来讲的话呢 更加要特别小心 就是别人吃东西没有问题 你吃就容易中招 可能会泄这样子 对对 要不然就便秘了 不然就会消化不良 所以像龙 像狗的 都是今年要特别注意的 都同样可以通过洗牙 捐血这些 来挡掉些血光脂灾的 再来看小鼠的 好 小鼠的朋友呢 其实今年来讲的话 他生肖也并不是说很弱 今天今天小鼠 所以说今天小鼠的朋友呢 他特别容易就是我们讲的 也是有这个肠胃不好 还有通事就是要注意自己的饮食 就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上的健康 另外一点呢 就是今年容易有灾萨的事情发生 所以在家里来讲的话呢 生活起居可能就是 走路啊 钉铁钉啊 之类的东西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可能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 家庭意外的事情发生 所以同样是要去捐血什么吗 你可以考虑这样子 不过我会觉得 经验的小鼠的朋友呢 今年就是特别注意家中的安全措施 摆设 可能摆设 或者是说比方说你包水啊 或者是你煮 走一走都会踢到家丝 踢到脚丝 家丝脚那种啊 对 或者煮面啊 什么之类的样子的话 烫伤 烫伤啊 这一方面的一些 你感觉上觉得好像不大气焰了 没气焰了 其实我有试过一个顾客 他是像鼠的 然后他就是家里平时很喜欢煮饭的 然后他平时那个刀啊那种之类的 都是自己放的 因为他是喜欢煮饭的人 没有人会去厨房去碰他的东西 那么那一天他就这么巧 他就是在煮这饭 他就听到个电话 他就要去拿电话 那个刀就没有放好 就走过的时候就割到 这个真的是很意想不到 就是安全措施了 简单来讲就是家居的安全措施 要注意一下 OK 好 再来看肖牛的朋友 避免贪病等等 好了 属牛的朋友 哇 容易有血光之灾 对 其实肖牛的朋友呢 其实今年的身体健康 也是并不是这么理想的 因为今年的那一个 有这个大厦 大厦就是有这个 血光之灾的事情发生 所以肖牛的朋友呢 其实要特别谨慎的 就是驾车啊 这类的东西 其实今年呢 肖牛的朋友呢 不建议去做一些 比较危险性的活动 就比方说你今年来讲的话 可能你在假期 或者是你想做班级浆 还是 第一个是联想到这个 对 这方面的东西 就尽量不要去做了 或者是去那个什么 Widewater rafting 那种 rafting 什么之类的东西不要做 因为今年容易有这个 就是受伤流血 血光之灾发生 所以特别要注意自己的 个人的这个安全 就不只是家居 外面也是 对 好 所以包括车 车路上的这些安全 所以我们凡是有 有这种风险的都可以 要用移血 长血来去化解 你可以这么说 就是让它溅了血 然后就是同样 可能也会有溅血的情况之下 所以可能你把那个危险性 跟那个减少降低的 那个危险的问题了 对 那你现在送我一支针 老师 咬了 对 就是捐血啦 或是咽血啦 咽血 我觉得刚好也可以检查 有身体健康 有试炉 没事 直接手指一下这样 留学一下 好 再来是我的人家了 鼠肌 鼠肌 鼠肌的朋友 那么孝琪的朋友呢 其实今年呢 也是要特别注意的 也是自己的那个身体状况 如果是孝琪朋友 他本身今年有怀孕来讲的话呢 其实也是要注意这个 就是胎儿的问题 可能就是要特别稳定性 那么当然今年呢 孝琪的朋友呢 也是容易就是 身体状况会比较弱一点 抵抗力 尤其在肝脏的部位 对 肝脏的部位 所以如果是你本身时常要喝酒 有去应酬来讲的话 吃快餐 对 是吗 对 好 喜欢吃快餐 好 所以今年呢 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少吃一点快餐 少吃 因为今年来讲的话 因为肝脏其实是 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而且早点睡 对 早点睡 也是这个主要的原因之一 它是排毒的功能 所以肌肌朋友 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同样可以放金属物品 化解这个病 有借口去买东西 然后少去白室或者医院探病 对 又多一个借口可以去小便 好 再来看肖马的朋友 肖马的朋友呢 其实呢 他今年呢 其实也是属于三合胎岁一年的 就是属于是合胎岁的 但是这么巧 他今年的身体健康呢 却不是想象中的这么理想 理想的原因就是说 第一 他自己本身容易操劳 容易累 然后另外一点呢 就是家里的老人家 也是容易有这个病痛的事情发生 跟刚才另外一个生效 像羊的朋友是一样的 所以呢 今年肖马的朋友呢 也是要特别注意啊 自己的身体状况 也可以考虑呢 就是在一些某一些的月份呢 就是去洗牙捐血 比方说农历的这个五月份啊 跟农历的这个叫做十一月份的 之类的东西 都是可以去考虑 就是做这一方面的 大概就明年啦 农历的十一月份 大概是 大概是明年的情况 对 好 那当然就刚才提到说一些朋友 可能今年会有一些情况 会发生的 是 不希望说你会被人家攻击 那如果万一是被人家攻击 被压在地上的话 怎么反击 我们先来看这个片段 教你怎么做 嗨 大家 我的名字是Marsha Sebsam 我是Brazilian 我现在在Muai Feet 我教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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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在此 你可不可以保护自己 从被被人家攻击 然后你的攻击 现在在你身边 所以要向你身边 所以进去的是 他身边的尖体 他将在你身边 然后在你身边 你现在开始做了 是鞋一下 这个事 那就是 隐手 现在 一个简单的动作 就是扬某 你的臀部 直到脚 起来 然后 你自己脏 从这些位置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是 敵人或敵人 他把你倒下 他的意志是傷害你 用刺激和刺激 所以你會避免 使用力 和破壞他的姿勢 如果你不做 敵人會一直握住你的腿 然後在幾分鐘 你會避免 當然他會避免給你更多傷害 好 我們談到今天這個就是跟父親節有關係 跟男人有關係的風水 那麼先請我們的賀老師我們講解一下 其實風水會影響家居風水的元素 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個 可以跟我們個別講解一下 這一個都是一般上我們會注意到的 就是會影響到家居的環境 那麼方位 當然這個就是要看你自己本身 要懂得怎樣去量度 所以這一方面可能就是 有時候你翻開風水書 他告訴你說 今年什麼方位是病痛 什麼之類的 這個你可以參考書籍 OK 那麼水流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一般上我們知道很多家裡 很喜歡放一些白水的東西 對 流水的白色瓶 或者外面的魚缸 或者是外面可能就是做一個水池之類的東西 那麼水流要注意的東西就是 第一水是不可以太過就是太過快兇 它不然的話就是 緩緩的流感覺上就是好像 有月額的感覺的那種水流 那麼這種情況之下是OK 而且水流要擺放到正確的位置 對 不然的話它會遭兇的這個 所以你把它放在不好的位置 它反而就是啟動那個煞氣 煞氣 水能載舟也能覆舟 覆舟 對 沒問題 OK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講的磁場 當然磁場這方面也是可能 比較難以去感受得到 不過其實很簡單的 你可以就只有一個指南針 OK 你可以去量一下 一般上我們會發覺到 如果你告訴人家說 你家是向北的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 對 向北我量哪裡都是向北 但是我曾經試過就是說 有一些屋子 它可能門口向北 然後到了中央 它整個45度跑掉了 它可能要上去西北方了 就代表那個地方的磁場 並不穩定 那麼磁場不穩定有幾個原因 可能你家裡的那個 電器 器具太多了 它會影響你家的磁場 或者是一些 視作為的那種外回的環境 比如說一些什麼電話的 電話或是電站之類的 也會影響 所以這對身體健康 是有一定的影響的 OK 那麼氣流呢 這個也是關於比較無形 因為氣流這種東西 是非常無形的 通氣就好 通風就是長風俱水 我們講的風水 那麼怎麼講是通風呢 很多人就會覺得 你坐在那邊 你覺得很舒服 很涼快 然後沒有那種 好像悶悶的感覺 是另外一個 你可以做的一個方法 我可以教大家 就是你自己在家裡 你拿出平面圖來看 比方說你的家具擺放了 OK 或者你自己在家裡走動 OK 如果你走動的時候 很容易的 從前面 有拐彎抹角這樣 沒有拐彎抹角 沒有碰到這個角之類的東西 那麼你的氣流 同樣的也是流通的很通常 這可以考慮做一下 可以寬跟電風扇也是算的 對不對 其實同樣的道理 因為你的那個 如果擺是不一樣 你氣流碰到的那個牆壁 就擋住 它也就是不能夠流通 就像人走路這樣子 不要拌來拌去就好 當然氣流碰到 包括一個就是氣息 對不對 對 氣息也是重要 如果是家外面 有那種味煞什麼之類的 也是會影響到那個 身體健康 孕層 對 然後這個物質材料 其實也是的 因為一般上來講 我們一般上講的物質 就是講說 plastic 木 金屬之類的東西 所以有一些物質材料 如果你用的太多的話 反而是不好的 OK 其實金屬的物品 其實是不錯的 它其實是可以幫助 我們講的化解病復興 所以金屬的物品 在某一些地方 其實是可以嘗試多用 是 OK 光線 光線就是 光線的重要 光線暗 音 這個也是重要的 聲音也是 聲音就是講說 噪音 或者是你朋友講的 流水的事物 你放得太大聲 反而就是一個聲煞 但是講一下 老師問一下 如果這地方是很安靜 安靜到那種有死層的 那種有陰層的感覺 那種有陰層的感覺 那種你可能就是 要放一些音樂自己去 去洋橋河 去洋橋河 我講洋橋河 你就如果是那地方 太過潮 太過什麼的話 你就可能要拿一些 隔身的東西去遮擋 好 對 那老師很多人就用植物 盆栽 去做風水上的不同的化解 對 那麼其實植物 它其實有分兩大類型 一個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大葉植物 另外一個就是 比較鮮豔的植物 那麼大葉的植物 它其實可以聲望的作用 鮮豔的植物 就是有花煞的作用 所以一般上來講 其實植物它是在風水裡面 是屬於陰中殆盡 明白講什麼 就是陰陽 我們講的 所以一般上你會發覺到 在辦公室也好 在家裡也好 凡是那種走廊 走動的地方 通常都會放一個植物在那裡 對 其實它就是可以在 就是動作中帶個勁 它可以緩和那個氣 OK 不要讓它跑得這麼充滿 但一般都會選擇說 這個葉子是比較偏圓的 對 偏圓的葉子的話 你擺在柴位的地方 你就可以聲望 OK 假設你覺得說 對面可能有一個殺氣 有可能尖角啊 什麼之類的東西 你就可以拿尖葉的植物 可能尖能長之類的東西 其實可以幫助化散 以毒攻毒 對 還有就是這個鏡子 鏡子也是不可以亂放 鏡子也是很多朋友 很喜歡把鏡子放在家裡 因為覺得說鏡子可以好像 擴大你的空間之類的東西 那麼同樣的 鏡子有分平面鏡 凹吐鏡 還有這個就是凹鏡跟吐鏡的 那麼每一個鏡子 它有它自己的功效跟特能 那麼一般上我們擺放家裡的 都是屬於凹面鏡 OK 就是把你的影像反射進去裡面 所以那鏡子來講的話 一般上我們會經意很簡單的 我們剛才講的西方跟北方 是五黃跟二黑 對不對 那麼如果是今年的話 你的那個鏡子 千萬就不要放在東方 明白像什麼嗎 因為你會反西方進來 因為西方在這邊 你東方在這邊 你就把那個病腹心把它吸進去 就好像兩個病痛性了 就加重了那個不好的那個 所以今年如果是有放鏡子的人 那特別注意一下 東方的位子跟南方的位子 不要放鏡子 對 那除非那面鏡子 是像這些牆壁就OK的嗎 如果是像這牆壁的話 也是一樣的 也是一樣的 就是你把那個病痛 再把它造進來的樣子 好 那還有一種就是很多男生 爸爸可能最喜歡的 就是養人 養魚 對 在風水上也有一定的意義 可能在養魚來講的話 有些爸爸可能覺得說 一般上這個是他的嗜好 對 但是在養魚的話 其實它有一些可以花鮮 也可以是我們講的就是出一材 因為我們講了養魚 它本身就是流水的東西 所以流水的東西 同樣的你擺在一些好的地方的話 它可以忘財 再問老師一下 這個有點白目的問題 現在有一些人養魚 那魚是假的 沒有電動在裡面游來游去 不算真的 但是不算是啟動 因為我們講的是要真的水 真的植物 對 那麼當然養魚的話 其實也是要看個人 不算每個人都適合養魚 什麼人不適合呢 其實一般上 如果你八字的命格 是需要水 或者本身帶水多的人 養魚 通常一般上魚都不錯 就是生的 就是養的很好 像我這樣子喔 我倒不可以養魚 因為魚的水太多了 我八字的水過多 如果是養的太多的話 可能就會 魚容易就是生病 或者是養的不好 之類的東西 當然跟八字來協調就對了 對 對 好 那講這個催財 大家感到這個財 是很重要的東西 要怎麼去催財 所以爸爸也是要賺錢 爸爸是一家之主 對不對 那麼養魚 是一個主要的 可以旺財 催財 但是在養魚的情況之下 有一些東西 可能做爸爸的 可以考慮一下 第一個 就是我們講的魚缸的大小 總共你家裡 是一個Bungalow House 那我建議你的魚缸呢 就是大一點 想會的大一點 格局比較合適嗎 比較合適 比較就是容易 就是催財 因為你家這麼大 你要養的魚缸要大 才能夠催財那個財氣 整個調轉回來 你是小的 工育 可能小小的一個 比較之類的碗 那種圓圓類型的那種就好了 另外一個就是魚缸的形狀 這個魚缸形狀 我們也是可以分為 金木水火土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金的那個形狀 就是我們講的圓形 OK 橢圓形 所以這是一般上你會看到的 比較小型的魚缸 另外一個就是你可以放長方形 長方形也是一個不錯的 因為長方形本身是熟木 所以就水木相生也是好的 OK 那麼其他的土形其實還OK 正方形的還OK 就普普 對 所以一般上會建議圓形 橢圓形 或者是長方形的魚缸形狀 好看 那比較好 魚的種類呢 怎麼去決定 魚的種類來講的話 其實一般上很多人就會養鯉魚 鯉魚 鯉魚 就是它有這個 比方說就是旺的那個意思存在 那一般上 魚的種類我們也是建議呢 就是養那種魚呢 是比較容易照顧的 就是不要養那種 就是比較難照顧 因為有時候有一段時間 很多人喜歡養金龍魚 對 對 這個其實要看你個人命格 對 或者是那種海水魚 對 那個人命格 如果本身是適合養魚的話 你可能養了金龍魚 那個金龍魚可能真的是 幫你的賺錢 你可以賣掉它之類的東西 那養魚的樹木也是可以考量一下 為什麼 因為呢 在風水裡面呢 每一個樹木都有金木水火土的存在 OK 那麼如果本身呢 是要更加好的 那魚養起來比較多 OK 那麼魚類的顏色也是非常的重要 一般上來講呢 很多人都會喜歡養紅色 橙色之類的東西 就是很適合的顏色 對 其實我們會建議呢 在紅之中呢 可能要放一個黑色 為什麼 這樣子會有陰陽調和 不需要完完全全的紅紅之類的東西 OK 對 這個方面就是一些提示 給爸爸 所以你不是要有養魚的話 那還有就是白色 剛才講這個流水白色品 對 這流水白色品 好像說不可以亂亂放 對 看到流水白色品就是要放在 吹彩的地方 那麼可能有一些人會問說 這個球要轉前面 轉旁邊 就是沒有關係 是沒有關係 只要這個東西是有滾動的 有吹彩的 不是禁止的 就可以吹彎 同樣要注意的就是 那個聲響 因為有一些流水白色品 它是有那個 有聲響的 有中重的聲響 如果是太過吵鬧的話 那麼可能就要調一調一下 聲響的那個問題 可以 對 要悅耳就對了 再來就是 盆栽 盆栽 盆栽其實也是相當不錯的一個 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吹彩的 是 那麼同樣的也是要擺在一些 比較旺材的地方 那麼當然盆栽來講的話 要特別的注意就是盆栽的形狀 因為很多人他們去買盆栽的時候 他們會選一些 比較奇形怪狀的造型 所以你覺得盆栽一般上來講的話 如果它是有一種感覺就是 往外生長的 那一種就是好的 不要太過古靈精怪 OK 那麼這種盆栽也是要 像這個圖案這樣子 這個是好的 這個還OK的 往外生長 如果是菜在旁邊 又再比較平衡一點點更好 OK 對 還有一種我們常看到就是葫蘆 葫蘆也是 其實盆栽講的是吹彩 因為父母 爸爸要賺錢多一點 但是爸爸賺錢 身體健康也重要 那麼這個 其實盆栽一般上是用來化解這個病痛性的 那麼葫蘆呢其實呢 它在諧音叫 就是福露的意思 就是福跟露的意思 那麼葫蘆呢它本身的形狀就是 這邊是瘦小型的 然後裡面是寬型的 所以一般上呢你會覺得以前的人 看戲就是瘦那種什麼妖怪 奇怪 就是一吸了進去 它不容易出不了來 而且裡面容量很大 而且你會覺得有一些以前的什麼技工 你看那個技工那個 它就是個葫蘆 不知葫蘆裡面有什麼藥 它就是裡面拿什麼藥 你就可以吃 所以一般上葫蘆它的作用就是 它有這個受殺的作用 一般上是建議放在 就是我們講二黑五黃今年的地方 而且葫蘆的話不需要特別去 風水店去買那種什麼很貴啊 什麼之類的東西 就是簡簡單單的一些 只要有這個葫蘆造型就可以了 就是那種比較真的葫蘆 你去那種可能一些賣那種 是 它就是真的是用蒸葫蘆才 蒸葫蘆把它曬乾的那種就好了 很便宜的 不需要特別的買到貴貴的東西 對 好 還有就是葫蘆壽 我們常說葫蘆壽 這個東西是非常很多人很喜歡 包包在家裡的 對 那麼有幾個提示要給大家知道的 就是這個葫蘆壽 它怎麼樣分呢 這個葫呢 就是本身就是有哪一個小孩子的 有福氣 有福氣 就是有這個官位 官左的這個 然後壽呢 就是它有哪一個壽陶的 有壽陶 然後很多人在擺葫蘆壽呢 他常常會忘記那個擺放的位置 OK 這個是要注意的 好 這個擺放就對了 OK 從左到右 明白嗎 就是這邊葫蘆壽 這個擺放位置是對的 那麼葫蘆壽呢 它除了擺放在一些 比方說病痛的位置來講的話 它其實有整壓的作用 它可以幫你就是花紗 幫你擋栽 然後當然 福蘆壽擺放的時候 記得一點就是 福蘆壽不要往窗口 往門口上面放下 為什麼 因為這種東西來講 我們盡量的把它的福氣 跟那個花紗的東西 都留在家裡 所以它是 反過來 不是 它最好是向著牆壁 就是向著你的屋子 不是向窗外 或者是向門口 對 這個是要注意的一點 OK 那向左 向右 我所謂 向左 向右 所以主要是放對的那地方 是可以整壓的作用 然後就往內 也不需要像這樣 有鏡子的地方 當然不可以 對 這個是要注意的 凡是鏡子 我可以講了 有這個就是凹 就是把你另外一方散熱 如果你把另外一個東西 放在對身前 就把另外一個福蘆壽 就放在另外一邊 OK 就兩個福蘆壽的情況 就打架了 另外一個是金屬 我們剛才是強調說 金屬可以畫上 對 那麼金屬物品 我們講了就是 你可以再找一些擺設品 可能房間有很多這種之類的東西 你覺得只要是金屬 或者鋼琴 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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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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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鋼琴 對 鋼琴 對 鋼琴 有這個作用 什麼這個也不需要 所以我的三角鋼琴 每年要換位置 有點困難 OK 好 那我就說 何老師接下來在KLCC 會有一個活動 是嗎 可以告訴我們多一點詳情嗎 對 那麼這段時間是個書站 那麼在這個16號 就是星期六呢 我會在那個海外華文書室 就是這個1點半到3點 就在這個叫做Hospitality Launch 它那邊就有一個講座會 那麼有興趣的朋友 你可以去就是王子那邊去找找 你要去報名 然後就可以聽一聽一下 關於到一些風水方面的擺設 16號是不是父親節當天嗎 不是 他是星期六 17號 17號才是父親節 對 16號小 大家可以預先跟父親去慶祝一下 對 大家也來聽 對 好 今天我們也非常感謝何老師 謝謝 給我們講解這些化解病痛 因為健康是最重要的 是的 當然除了從風水上去 增強我們的健康的運勢之外呢 飲食上也是不可少的一環 是的 雖然文心休息一下 稍後將會有Vanessa上節目 教我們做這個非常好吃的料理 上一兩節呢 我們的教練呢 就教過了我們有關這個蹲 以及推的動作 那麼除了這兩個動作 主管還有什麼動作還可以做的 還有一個拉的動作 拉的動作就是我們叫做Pull Up 用你的Body Weight 刮著那個鋼上面呢 就開始拉你整個身體上來 當我在拉整個身體上來的時候 我用到的這個部位或肌肉是在哪一邊 最重要的就是要用背後的肌肉 用背後去推它上來 對 我練這樣的一個動作呢 其實好處在哪裡呢 就是練你的背後 可以練到你的手 你的二頭肌啊 Biceps啊 是 我覺得馬來西亞也有許多人 就是喜歡駝背的 對呀 可以不可以就是練這個動作會更好呢 你就是製造你的背後肌肉 它會避免漢堵 是 沒有駝背喔 所以這個動作一定要學 我們立刻來看一下 第一個Pull Up 是一個Regression 叫做Ring Roll 就是你的腳還是在地下上面 開始拉下去 如果是做得到了那個技術呢 就是握住那個肛的時候 要比你的肩膀寬 所以要記得你的肩膀要按下去 要TITAN你的背後肌肉 你的手肘呢 它的方向就是90度這樣子 拉下去到你的背擴肌 第三個呢 會增加難度啦 Cross Fit裡面呢 做Pull Up要做到快 我們叫做Keeping Pull Up 這個就是用到你的Body Momentum 來拉你的身體上去 要記得你的肩膀要按下去 不要給它躲上去這樣子 如果你開始念的時候 要學這種動作呢 你可以開始的時候 就是做五組五次 就能收到最好 音樂 會動? 會動? 等一下 開節 到日本下店的店 到南東飲用來 到南東飲用來 南東飲用來 中南飲用來 南東飲用來 南東飲用來 歡迎回來 那現在這個環節呢 就是要教大家吃出健康來 所以我們就請來了 營養時間食料師 林秋香小姐 是 şeyler Vanessa今天帶來這個對我們吃素的朋友 是很少吃到的 為什麼呢 這個叫做一個 素雞飯 是素食的 就是代替那個肉 對 代替加雞飯 不叫雞飯 叫雞飯 用什麼來代替雞呢 就是蜜蠔菇 我們先下一個部分 先講我們的雞飯 當然要有飯 那這個米是什麼米 選擇什麼 這個是印度香米 Basmati 長長的 就是預防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是什麼 大麥 義米 對 巴里 它的飯飯吃 對 就是跟白飯混合在一起 然後就是鼓勵大家多服食這個顴骨類 比起白飯會比較健康 所以兩個混在一起煮 對 還有就是這個調味的部分 我們是用這個 青蔥 青蔥跟薑花 這主要就是煮好了以後 然後再灑上上面就可以了 就調味的作用 對 不是放進去煮 不是 因為很多人就是吃前骨的時候 會覺得 怎麼這樣子的味道不習慣 然後我們就增加他們的食慾 OK 那煮的時候是同樣用飯包嗎 我用蒸 蒸 用蒸 水量一樣 一對 1.15 好 可以 還有就是我們帶肉的部分來的 用菇 杏鮑菇 杏鮑菇 是 把它切成這樣一條條的狀 條狀 是把它切成條狀 對 切成條狀以後 我們仿雞肉絲 對 對不對 對 然後這個料理也是拿來蒸的 不過蒸之前 要怎麼做 我們需要拿來醃製一下 醃製 好 用什麼醃呢 這個切好的就放在這邊 切好的這個 然後你就把那個 我們這邊有芝麻 芝麻 直接倒進去嗎 不 芝麻是好了以後才放 這個是什麼 胡椒粉 你就倒進去 胡椒粉倒進去 全部嗎 一點點就好了 好像太多了 還有這個鹽 鹽石的鹽 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就薑片 薑片你先把它切開 大概是三片到五片就好了 還有就是非常香的麻油 感覺好像 對 我們在做這個 平時的雞飯也是用很多麻油 因為很香 對 所以它是一個主要的 對 那要醃多久呢 老師 醃大概10分鐘就好了 然後醃了10分鐘 我們就拿去蒸30分鐘就好了 好快 所以雞肉的部分已經 已經好了 好了 要看 接下來這個是什麼 我們炒 因為反正這個是素食 然後很多人就說 吃素食會不會平血的問題 對 那麼我就會擔心 對 我就用了這個黑木耳 木耳 問妳說 好獨特 吃素食吃得對是不會平血的 大家看我就知道了 對 那麼我們這一次的搭配 會比較特別 剛才李婷說好特別 怎麼會有黃梨和這個 和這個黑木耳一起 因為它鐵質很高 然後我還是需要黃梨的營養成分 幫它吸收的 所以一個很特別是 這個是檸檬汁 為什麼有檸檬汁 我們煮的是酸甜 因為很多小朋友 或者是爸爸雞都不愛吃這個木耳 太酸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放這個檸檬汁 鹽鹽還有糖膩 然後就混合在一起炒 炒 我們就炒 首先我們拿黃梨 先下黃梨 黃梨然後炒大概是軟了 然後我們就加一點水 再放這個所有的材料 放進去然後一起炒飯炒 三分鐘 OK 需要悶一下嗎 不用 不需要 三分鐘 直接炒就可以 炒完了就撈起來就對了 所以它的味道是酸甜的 好 再來 這個過後呢就是 這個過後就是要做 這個雞飯的辣椒醬 對 因為吃雞飯 一定要有辣椒醬 一定要有辣椒醬 我問妳說這個辣椒醬是關鍵 因為這個關鍵 做得不好 那個飯就不好吃了 對 就回了 真的是關鍵 而且這一趟的 我們做素食 又不可以用那個大蔥跟蒜米 因為很多人都不喜歡 那其實如果說像我這樣子 我是帶來一次 我也是吃蒜頭的 我要這一點蒜可以的嗎 可以 絕對是可以的 好 我是說這一道就是給一些 沒有蒜頭 沒有蒜頭 沒有大蔥的 好 那我們就用這個 辣椒乾 小辣椒 小辣椒 那你喜歡更辣的就放多一點 不喜歡那麼辣就放 辣椒乾 傳你聽 弄錯 然後這個是 黃泥 好 就這個薑花 薑花 薑花只是用花瓣是嗎 就是用它全部 全部轉顆 對 一顆 然後這個鹽鹽一樣的 糖蜜 然後檸檬汁 好 這個要怎麼種 這六種所有的材料 就把它倒進去 然後攪拌一分鐘就完成了 就是攪給它全碎就對了 對 好容易 OK 也不用 對 也不用去煮的 好 給我一個湯匙可以嗎 湯匙 湯匙 來 好 謝謝 好 然後就先一分鐘 一分鐘 OK 然後如果有些人就覺得 喜歡吃比較幼的 比較細的 那你再打攪一點 OK 其實要問一下 Vanessa 為什麼這個用薑花 而不是用薑的 薑 你要用薑也是可以 不過呢 因為這個是沒有煮過的話 你用薑的話 它的味道沒那麼香 對 主要就是我要提高他們的食慾 因為並不代表 每個人習慣吃素食 那如果你想要練習 開始吃素食的話 你可以用這一種的方式 就要口味重一點 對 是 最重要是好吃 先把它們騙過來 是 就會慢慢的接受 對 我們加點水 然後就可以打了 一分鐘是吧 是 好 那如果喜歡吃蒜米的朋友 還是可以加蒜 蒜米或者是打 它就更香 是 那可以打了嗎 可以 好 來 它出來的那個味道 剛才我們已經偷嘗了 是 可能是跟 很像 很像 非常非常相似 那我們打一分鐘的這個原因 就是我們還是要它有口感 對不對 不要太過稀爛 對 它平常這個醬汁 如果吃不完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放在冰箱 你可以說冰箱大概是 你可以說在冰箱 大概是一個星期 一到兩個星期都可以 不過一定要關起來 用皮紙然後關起來 是 讓我們來倒一下 看一下它的那個顏色 那再出香 再處理這個 我用一個小的吧 辣椒 我們迫不及待就要來試 這一道素雞飯 不過在試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 Recipe我們的食譜怎麼走 真的嗎 在影機中 損壞了 在李餘 ES圖 我們沒有 不得了 是 就可以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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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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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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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特別 還好 口感很特別 你就會覺得很新鮮 酱花 就可以 對對開胃的 而且有黃麗 黃麗也是很下味 從來沒有想過 黑木耳怎麼可以煮到這麼酸甜的 它怎麼會合格在一起 軟身一對 你要試試一下它的辣椒 然後點在杏鮑菇 然後拿一點杏鮑菇 是 因為杏鮑菇是我的雞肉 對 因為它比較糖性 然後可以代替雞肉的口感 好 我們今天要非常謝謝Vanessa 今天帶來這麼好吃的素食飯 希望大家會喜歡 試一下做給爸爸吃 是 明天就要跟大家來聊一聊 很多人 我這一輩的人 都覺得爸爸是一個嚴父 很難溝通 但其實爸爸真的 那麼難溝通嗎 明天我們告訴你答案 明天就 好 掰掰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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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